好 明年政府編了打詐預算73億 比現在多了5.6倍 那比被詐騙的錢都還多 詐騙不止 我說如果不要編那麼多 那幹嘛還打詐呢 對不對 被詐騙人都賠他錢就好了 對啊 豪質預算真能夠預防嗎 我很懷疑 編這麼多錢真的能夠預防詐騙集團嗎 他們說這是我們展現決心 行政院長講 所以叫數位部好好去防詐 然後這個要把AI詐騙帳號提前下架 警政署要加強宣導 要添購科技偵查犯罪設備 再立委要求拿錢就要見效 不能拿錢以後給那麼多錢不見效 另外調查局跟FBI 聯手破獲了一個詐騙集團 行政院長說還沒結束 這是一個開始等等 他們跨境機房 查獲一個跨境機房 另外說有黑幫還有水房 然後他們甚至一些不曉得律師 勾結詐騙集團 律師真的很可惡 去勾結詐騙集團 另外他們現在有就是 群發神機叫貓池 什麼貓池 養貓的池 不是 所以貓池長得像這樣 所以同樣一個設備 能夠一次插上大量的資訊卡 可以送上千條的詐騙簡訊 事實上之前我們看過那種 就是人頭的什麼帳號也是這樣 一個房間裡面都是 這種設備 手機 然後可以 一個手機還可以有好幾個號碼 所以你就覺得說 怎麼大量人來跟我反應 來洗我的板 搞到半天就在機房裡面搞出來的 你付錢 付錢給有些公司 專門搞出的東西 買帳號 他就可以給你這樣的結果 實在是很惡劣 那個也就是製造一些輿論 這是詐騙更可惡 一次1000條簡訊發出去 你這個什麼錢沒交 所以你幹嘛打電話來等等等等 很多人為了自己的名譽 我怎麼說信用卡費沒交 我怎麼可能健保費沒交 以前詐騙是騙那個貪心的人 他是個傻瓜 他有一個投資機會 這傻瓜 我騙他 現在是很多人是愛惜名譽 擔心自己欠這個錢 擔心自己欠那個錢 都騙你們這些人 另外說有偷渡犯 20個人大概都有錢科的了 他們跑到東內亞更好騙 大概或是到那個地方 去跨國詐騙 20個人擠在一個船艙裡面 結果因為氧氣不足 大概天氣不好 門窗關了 他們求救 敲玻璃等等 去求救 海巡署居然聽到聲音 到底多大聲 海上求救聲很大 然後把他們抓起來 通通是詐騙犯 你看他擠在船艙裡面 想偷渡走 所以缺氧 我們喊救命 世耕 詐騙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 是各個單位中間 怎麼去做協調聯繫的問題 我們常常聽到基層的員警 或檢察官在報運 就是他詐騙犯他辦不完 但是他中間的一些橫向的聯繫 跟各部會的聯繫 確實不夠 比如說警方送文件到檢方的時候 檢方的動作夠不夠快 然後相關的這些 去查扣第一線的資料夠不夠多 所以我覺得是很想聯繫 很想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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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 打LINE 時間夠快 行政效率夠好 這成樣聯繫才有功效 第二個 大家不是在乎那個 詐騙集團的歹徒 是不是被抓 抓了之後怎麼樣 關幾個月 或是我庭上說我這粗飯 我還有這個教化可能性 我當場認錯 回去 有的就四 五個月出來 然後出來在裡面認識更多的好朋友 然後再加 出來之後再加入更大 犯罪能力更好的集團 然後這個功力還增加 所以你被騙的人 他的錢去哪 比如說我們上個禮 一個多月 上個禮拜 選民媽媽被炸了多少錢 這650萬 就是什麼 他說你怎麼銀行貸款 什麼什麼什麼 獨居的一個位太太 一個長輩 650萬就出去了 第一時間報案 你們還協助等等 拜託警察趕快走 但是就沒有用 你就算破案之後 你的錢也是回不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乎說 不只是人被抓到 第二個 我的損失的財產這部分 我還有人討得回來討不回來 這些車手也好 或這些張人名傳 我拿到錢之後就出去還到海外了 那這裡到海外是什麼 博弈 大家不要看 這個博弈是第二個問題 很多人在海外開始去做 博弈的集團架設網站 甚至當地就直接騙東奈亞的朋友 菲律賓最近在掃這個博弈 掃到很多都是華人 當然兩岸華人在那邊共同合作 共同合作 有得出技術 有得出人力 所以這是一條龍的 不是說我台灣打炸之後 後面就沒有 不然他錢去哪裡 所以重點是後面的金流 怎麼樣去把它扣住 然後同時海外的這些博弈集團 拿到這些錢之後 又回流到台灣來了 在海外去做其他的一些投資 你看到博弈 我們很多電視廣告 他們就大張旗鼓在那邊做廣告 所以我們這公司 現在沒廣告我知道 但是也不能下見到 連這種廣告都接 在那邊公開的搞一些名人 在那邊代言 什麼這個廣告 這個賭博 那個賭博搞 那個是線上遊戲還好 他現在後面就是賭博 有一些就是私底下 那種博弈的這種集團 所以我覺得警方去查 是這裡有沒有一條龍式的犯罪 我覺得那個都 那個都 我覺得 你怎麼NCC什麼 抓這個東西 奇怪了 趙大哥 我坦白講 其實編列這七十幾億 我也感覺到很納悶 說實在的 當初主要打炸有問題 是問題出在哪邊 就是科真法 什麼叫做科真法 就是因為我警察知道 他這個是詐騙集團 我要凍結他的帳戶 我沒有法令 第二個 我要監聽他的手機 我沒有科真法 我要買儀器 我沒有辦法買 現在科真法 我們也讓他通過了 現在你凍結的部分 我們也讓他通過了 你要什麼我們都給什麼 你現在這七十幾億 不能只編帶內政部 內政部是在幹嘛 你本來就要做的偵查動作 你警察就本來要做的 可是在這個部分 我在想 我個人的看法 認為這七十幾億當然有效益 因為全國人民對於打炸 這個非常重視 當然我們也願意支持 可是你現在如果這四個單位 內政 法務 還有我們數位 還有我們NCC 如果這四個人 你把它結合起來 哪一個該做的 你就很簡單 為什麼NCC 他要數位部要去調資料 NCC不同意 所以一天兩天 這個講快點 詐騙集團他就跑掉了 所以我還是真的還是要複議 另外一個就是 我還是主張NCC公家機關 把那種訴訟會編得太多 這一次我會非常重視 因為我在交通委員會 NCC屬在交通委員會 這個部分我是很討厭的 拿政府的錢 來跟老百姓打官司 這是我很懷對的 這個七十三億 這個數字太大了 我想到的就是背後 有很多的廠商已經在拍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因為他要買很多的器材 什麼M化車 然後還有很多要去鎖定 什麼GPS 很多很多這些設備在這個背後 然後我覺得就是 這個要非常的慎防 你買了一大堆的器材 圖力很長 然後都沒有發揮這個作用 其實打炸什麼最有效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跟大陸方面 徹底的合作 然後去那些國家掃蕩 這個最有效了 潔心跟肉石 現在兩岸關係這麼的差 我們你看大陸在柬埔寨 他們那種掃蕩 那個才有效 靠我們自己很難 我還有再講一次 電視尤其是快到過年的時候 各種那種看起來像賭博式的 那種廣告 都沒有人去抓它 你就算說像是剛講的 看起來像遊戲 我覺得後面都有大有問題 都有大有問題 那個一定要徹底的取締 否則你算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很擔心 現在假打炸致敏 去買那些科技增防 到時候對人權有很大的迫害 他不會只有在打炸 他到處給你搞 唐蕭龍 你在電視上常常批評我 我到你家去 那個M1車 M化車 整個天天 聽你家裡講什麼東西 開箱 你現在還要吃免床 但你把它磨了 你剛剛 Penn 看起來